台湾文学大师白先勇2004年制作青春版牡丹亭 十年来巡回世界各地超过200场 昆曲因为青春版牡丹亭在台湾重新被认识 当年甚至是一票难求 现在他推出了新书牡丹情缘 集结这十年来巡回的历程 他也引用了曹雪芹在《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 十年辛苦不寻常 他说昆曲不是只为了娱乐而是一个文化建设 现在这个时代是文化建设的最好的时代 台湾知名文学家白先勇在新书牡丹情缘中 写下十年之间青春版牡丹亭 寻回世界各地的难忘回忆 我自己称之我自己是昆曲义工 其实我是昆曲义工大队的队长 其实我背后有很多人 很多有心人 他们的投入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很难得是两岸三地 文化精英 汽取精英 合起来打造的一个大的文化工程 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首演之后 白先勇开始致力推广昆曲艺术 到大学演出 胜利昆曲艺术 500多页新书 书法家董杨兹亲自提笔 写下牡丹情缘 记录十年有成 他说现在正是推广文化的最好时机 21世纪应该是最好的机会 因为没有内忧外患 我想我们的的确文化是比较落后的一环 不过我觉得青春版牡丹亭 它的阶段性的使命已经完成 我制作这个青春版牡丹亭 不是在制作一出戏 不是在演戏 也不是在玩戏 对我来讲一样的意义 一样的意义 我想我的昆曲的演出 其实文化展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